欢迎继续收听 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 《斗破苍穹》第768回 萧炎沉声地回答道 雷尊者此言倒是过于五段了 三千雷动 只是小子在中州之外的一处拍卖会中偶然得到之物 来的是光明正大 何来偷学之有 若是如此的话 岂不是那些流传出去的斗技 凡是有人修炼的话 便都是自寻死路吗 至于三千雷换身 这早已被封雷北阁阁主收回 这一点 想必他应该知道 费天的脸色微微一沉 目光狠狠地盯了萧炎一眼 但是此次 他却不敢再随意地出手 封尊者就在他的后边站着 他要是再敢出手的话 恐怕后果不妙 对于封尊者这等强者 费天的心中还是相当惧怕的 对于萧炎的话 雷尊者却是不知可否 现在最令他棘手的是封尊者 只要他坚持保萧炎 恐怕今天会闹得非常的僵化 这并不是雷尊者愿意见到的事情 两阁若是开战 不管胜利的是哪一方 都必将圆起打伤 到时候就可能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力了 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拂椅 扮上后 雷尊者终于叹了口气 淡淡地说道 唉 此事说到底 是萧炎和风雷北阁起因 这样吧 看在封尊者的面子上 此事就交给费天 他们二人来处理 无论谁胜谁负 此事都作罢 你我二人皆不插手 如何呀 文言 封尊者眼睛一低 看了一眼下方的费天 旋起摇头说 哈哈哈哈 费天和萧炎之间的辈分 可是相差太多了 以强凌弱 以老七少 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啊 被封尊者驳回 雷尊者面色也是一尘说 那封尊者究竟想要如何吗 要我封雷阁 什么都不做 就这么放过他吗 此事绝对放不到 这个时候 见尊者见场中气氛不对 笑了笑说 嘿嘿嘿 大家都有事好好商量嘛 这样吧 费天的辈分的确比萧炎高 让他出手的确不太好 何不如直接让年轻一辈出手呢 雷尊者眼睛微眯 目光却转向了场中的凤青儿 见尊者的意思是 让青儿跟他消炎 见尊者点了点头 目光大有深意的看了凤青儿一眼说 这个小丫头 也不是寻常之人啊 雷尊者就不用再遮遮掩掩的了嘛 嗯 雷尊者眉头微重 旋即点点头 目光直视封尊者 既然封尊者觉得费天的辈分高了 那么就让青儿出手吧 若是硝烟失败的话 他必须承诺 以后不再使用三千雷动 若是青儿败了的话 那硝烟和风雷阁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 怎样啊 当然了 这场交手的前提 是禁止使用其他人的灵魂力量 说到最后 雷尊者瞥了硝烟一眼 想来他也是知道 硝烟身体中有一个实力格外强横的灵魂体的存在 文言 封尊者也迟疑了一下 他同样能够知道 那凤青儿不是常人 在场中的众多年轻一辈当中 恐怕就算是木青卵 都比不上这个女孩 但是这种局面 已经是封雷阁多番相让的结果了 若是再不行的话 恐怕今天也就真的没什么好谈的了 在封尊者迟疑之间 广场边缘处的凤青儿 却是连步威移 进入了广场 旋即美目看向了硝烟 清冷的声音带着一丝高傲 缓缓的响起 风雷阁凤青儿 不知你可敢应战呢 目光顿在了凤青儿 那凹凸有致的丰满的郊区上 硝烟也是一笑 一股豪气 心中喷波而出 他自然也知道 封尊者的一些难处 而且他怎么说 也是要老之徒 再怎样 也不能在老师这位生前好友的面前 落了他老人家的名声 不是吗 所以硝烟一声朗声大笑 豪气甘云 哈哈哈哈 硝烟奉陪便是 见到硝烟居然毫不露怯 封尊者也是微微一愣 寻起眼中掠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赞许之色 他并不知道 硝烟为何能够被眼光极高的要老 收为弟子 但至少 光是如今的这股胆气 就足以令人侧目 以封尊者那老辣的眼力 自然能够知道 那凤青儿实力极强 虽说 硝烟同样突破到了斗宗 但此战 谁胜谁负 依旧是不可预料的事情 对于硝烟的一些事迹 封尊者也是略有所耳闻 但据他所说 这是因为前者体内 有着一个强大灵魂体的缘故 可是如今 在这场鄙视当中 却是被雷尊者率先禁止使用 那如此一来 却令了硝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了 目光在硝烟的身上扫了扫 封尊者能够隐隐察觉到 一个强大灵魂体的存在 不过 令他失望的是 这种灵魂波动 并不是他的至交好友 要老所有 封尊者偏头轻声的嘱咐道 你小心一点 此女的实力非同凡响啊 若我所料不差 在经过天山血潭的侵泡后 他也真正的进入了斗宗层次 而且加上他的身份 战斗力更是远超寻常的斗宗啊 若是真正不敌 也不用和他硬抗 奉尽尔的天赋 的确是我这些年所见的 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即便是清卵 和他也是有些差距的 输给他 不算丢脸 文言 硝烟一愣 玄疾笑着点点头 那王臣能够借助这天山血潭 达到半只脚踏入斗宗的层次 以这凤青儿更加恐怖的天赋 一举突破之斗宗 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 封尊者嘴中所说的那身份 倒是令得硝烟有些诧异 当然 面上点着头 硝烟那身板 却是悄悄的挺了许多 凤青儿有着他的高傲 而他硝烟 也同样有着属于自己的傲固 如今初见封尊者 虽说对方的确在竭力保护着自己 但是自己 也得有着一些 值得人重视的表现 这种表现并非是硝烟想炫耀什么 他所想的 只是想 让别人认可老师的眼光而已 特别是在封尊者的面前 清吸了一口气之后 硝烟手掌一握 巨大的漆黑的玄仲尺顿时闪掠而出 既然已经身份暴露 这玄仲尺倒也能够随意的施展 他的脚掌踏着虚空 在周围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缓步而下 然后脚步轻轻地落在广场之上 他微微抬眼 望着对面那一身彩衣的高傲的女子 握着持柄的手掌 微微地用力 随着硝烟的脚掌 落入广场上 广场周围的气氛呢 顿时变得紧绷起来 任谁都能感受到场中那股 剑拔弩张的对峙 凤卿尔的名头 这些年中 几乎达到了这一代 中州北裕年轻一辈的巅峰 即便是四格之中 也是无人能和他相比 据说呀 此女曾经和封雷格一鸣 实力达到了二星斗宗的长老教授 虽然最后未胜 但同样的也没有失败 而那个时候的他 可还未曾突破斗皇啊 这一等战绩可是相当傲人 更何况如今的他 也正式的踏入了这个层次 他的战斗力自然是更加强悍的 当然了 这凤卿尔名头虽强 但是硝烟也不弱呀 虽说是最近才飞速跋升的 但他所做的事 皆令的人感到极为震撼 从初到天北城 击杀洪家天才红尘 击杀沈云 洪天孝 两名货真驾驶的斗宗强者 以及强行破掉了封雷北阁三大长老率众部下的九天雷玉镇 再到后来从封雷北阁阁主费天手中顺利逃生 这种种的事啊 在常人来看 几乎唯有用叹为官职来形容了 虽说经过如今的传言 很多人都知道 那是因为硝烟身旁有一个强大灵魂体暗中相助的缘故 但是 这也不能完全抹杀硝烟的实力 如今 这两位在北狱 都有着不小名声的年轻一辈的翘楚 却在这雷山上相遇 那股针锋相对的气氛 即便是旁人也能够清楚的感觉到 而自然 这场交锋 无疑将会成为这些四方阁大会开始以来最为吸引人的一场大战 在场的 恐怕没有谁不想知道 这两位几乎达到了北狱年轻一辈的巅峰的两者 若是交手 那么最后的胜利者 会是谁呢 一想到这儿啊 不少人都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硝烟和凤青尔 或许将会代表着北狱年轻一辈的巅峰一战 广场之中 废天 在听着雷尊者的话后 虽然颇为不甘 但也只能狠狠的瞪了硝烟一眼 他身心一动 落到了席位之上 带着歇息怒气的坐回椅子 对于满腔怒气的废天 雷尊者却是未曾理会 他的目光淡淡的在硝烟的身上扫了一圈 拳击 瞥向一旁的封尊者 眉头忍不住的 皱了皱 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为何封尊者会突然出面 力挺消炎 而且 在他生命安全这一项上 还是格外的决然 几乎没有半点谈判的余地 这个小子 究竟是封尊者什么人呢 心中茫然的喃喃一声 雷尊者偏头看了一旁的废天一眼 淡淡的说道 有什么好生气的 轻而带你出手 还缅去了你落个不好的名声 格主有所不知啊 这个小子 可恶的紧啊 连沈云长老都命葬棋手 难道这种事 也这么罢休吗 雷尊者一听 生气了 若是你觉得 星陨阁和我们开战 对我们好处大大的话 那不罢休也成 你 哎呀 文言 废听一掷 玄机 只能不甘的咬咬牙 封尊者出面 算是彻底绝杀了 封雷阁对硝烟赶尽杀绝的念头 雷尊者眼中掠过一抹阴沉 偏了场中的凤青儿 对峙的硝烟 声音低沉的说道 不过 如今交手 刀剑无眼啊 战斗中有所损伤 是在所难免的 即便是封尊者 也无话 可说呀 哦 阁主的意思是 我已经嘱咐过青儿的 要是有机会 下些众手也无畏 虽说那个小子进入了斗宗 但不能使用那神秘灵魂体相助 想必他也不可能是青儿的对手 而在战斗中出现伤亡 可是非常正常的 费天微微点头 脸庞上也浮现了一抹阴沉的笑容 硝烟让他面子大碎 要是让他相安无事的就此接过 那他费天脸还往哪儿放啊 剑拔弩张的广场之上 凤青儿美目轻条 看了面前的硝烟一眼 对方的气息 比起当日在天幕山脉 的确变强了不少 难怪有着一些底气 赶来着雷山之上 凤青儿的声音 依旧是那般悦耳的说道 哼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你能够让封尊者 站到你的身后 但是若是以为凭此 就能让你肆无忌惮地 在雷山撒野的话 哪怕会是有点天真的 对于他的话 硝烟犹若未闻 目光平淡地盯着他 体内磅礴的斗气 如从冬眠中苏醒的蟒蛇 缓缓地运转而起 而随着他体内 斗气的涌动 一股强悍的气息 悄然涌出 旋即直冲云霄 你在我的认知中 似乎就只能 不断地借用外力 来给自己造势 那灵魂体也是 如今的封尊者也是 换句话说 你这叫做狐假虎威啊 但今天这虚假的虎威 却是没什么用了 听了凤青儿的话 硝烟依旧是那副 平淡从容的模样 这令得凤青儿戴霉微醋 他不喜欢 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 在他面前露出 这般讨人厌的模样 硝烟抬头瞥了凤青儿一眼 突然咧嘴一笑说 哈哈哈哈 我也没想到 你会是这种呱噪的女人 既然如此 那我也和你说句实话吧 若是没有风雷阁 或者其他的背景 以你的容貌 成为男人的小妾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你 绝美的俏脸 缓缓涌上一抹寒意 这凤青儿啊 美眸冰冷地盯着硝烟 一股丝毫不逊色于后者的磅礴气势 也如火山爆发一般引了出来 带起轰隆隆的风雷之声 美目盯着硝烟 扮上之后 凤青儿脸颊却牵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相信我 你会为你的这番话后悔的 硝烟微微一笑 轻声之中 同样蕴含着一股没有丝毫退让的针锋相对 哼 我等着你 硝烟这句话落下 那凤青儿脸颊上的冰冷更浓了 他的美眸也缓缓地闭上 在他双眸闭上的瞬间 场中的气氛陡然紧绷 一股令人心寒的灵力的沙翼席卷半空 闭眼瞬息 这凤青儿双眼猛然睁开 此刻他的双瞳赫然变成了诡异的轻吟之色 那股灵力森冷的沙翼 抖至顶峰 随着凤青儿双瞳化为青银色 一股深青色的斗气风暴 也瞬间的以他为中心猛然爆发而起 而在那股巨大的风暴中啊 隐隐间还有着银雷闪烁 轰隆隆的巨响 令得人心神俱颤 好了朋友们 硝烟和凤青儿之间的战斗 谁会胜利呢 与之后世如何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 第769回